不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就是 你可以把所有責任推在另外一半身上 就是当你不是很想做一件事情 行走费洛蒙受子Eso宣布登记结婚后 在直播中首度露面 没想到新婚期也在直播当中 还留言话要好好说超级逗趣 该做了就做完了 你就想要 你知道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所以很自然的 跟好友高尔萱大聊结婚心得 而看见粉丝留言耍一排心碎 受子还说自己不值得啦 幽默大喊就算没娶老婆 也不会娶你们干嘛要心碎 他也透露从香港返回台湾 甚在隔离 突然长了痘痘 老婆立刻现身留言区说 明天带去给你 已经都准备好要给你的东西了 乘机大放闪 也阻断了粉丝争抢要送去的想法 收工开太幸福了 太完美了太自在了 谢谢你们让我们有一个很舒服的人生 我不值得我真的不值得 与交往多年的圈外女友修成正果 受子霸气护其宣言 善下大票网友粉丝刷上满满祝福 TVBS新闻玲瓏宏洪亭一台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